我当时提出来也非常清楚 山东这些年来对我和家人亲友的这种迫害 不管涉及到的官员他的职位有多高 哪怕他就是中央的政法委系统 也要彻底的查处 不管涉及到的人员有多少 他只要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他就应该维持承担法律 这个我当着中央派来跟我接触的官员的面 我就是这样要求的 他也是这样承诺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他们兑现这个承诺 我觉得是乐观的 我感这几天说实话 我感到了咱们周围人的这种友善 我对将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所以不管情况怎么样 我相信将来我是非常好的 现在和以前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那么我以前的这种信念 就是说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么现在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反正我觉得这方面的时间 对我来说太短了 我并没有准备好 包括很多已经七年没有接触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电脑啊 或者是手机啊等等 这些东西我都需要去新的熟练 去认识 当然还有很多生活方面的问题 对我来说本当 feeds flav你 这不是羹 config 你让一些变湯 你们不能觉得 cak后还是轻的